如果想得到大灣區超抵損本獨家優惠價 以及想了解灣區生活的一手資訊 點擊訂閱我們V家物業連展中心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啦 Hello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終於跟攝影師和師傅在深圳過來了 來到中山這裡 先依陶善人間先去拍樓盤 我們今天來到湖濱人家這間酒樓吃東西 因為之前我們有V家的同事都來這裡吃硬的 推薦就蠻好吃的 我是第一次來 我先進去看看 進去試一下這間餐廳今天 這間茶樓有露天亦有室外的 現在十二點零一點啦 吃飯時間好多人在這裡吃東西 本來我也打算坐在外面的 怎料外面沒有位置 我們今天來到這間茶樓那裡 都是一間很經典的粵菜餐廳來的 喝茶也有很多中山本地人過來吃東西的 那蔥湖茶給大家喝一下 我個人比較喜歡喝鐵觀音 因為我覺得土裡太濃 鐵觀音剛剛好 來到這裡喝一下功夫茶 三元雞一位而已 很值得喝 還有食物都很值得吃 稍後再開估給大家 我們整桌的菜是多少錢 我發覺這間茶樓的食物真的很大份 看看這個芋頭糕 才十三元 是不是十三元 對呀十三元 如果我在深圳吃呢 十三元應該只有半左右 那些碟頭都很大份 皮蛋壽粥我以為是一碗一碗上 怎知道它和我一碗上 超大份 魚香茄子那些都是 全部很大份 那些食物基本上都是十到十五元一份 真是值得吃到八 而且我們有一些還未上了 其他食物 我們今天點了差不多八個 點心加菜 總共八個左右 那樣 都未上齊已經這麼大份 來到這裡必點 九個九一隻 大家猜什麼 其實不是乳鴿來的 是鵪鴿來的 不過挺划算的 雖然不是很大隻 但OK 而且很香 你知道中山做這些 乳鴿 這些是一樓的 最出名的這些東西 看看我們的菜 全部都很大碟 真的 我在深圳一點點吃的話 這個起碼要三十元 如果牛丸份量有這麼大的話 還有一個牛丸 那這裡呢 都是先十五 不是十四元而已 陳皮牛肉球 這個 還有你看看 鳳爪多漂亮 都是十五元 這麼大隻 真的來這裡 那些消費水平很低 但是那些食物又很棒 好了 我現在 整桌東西 我要趕快開餐了 我要很餓 嘩 嘗一下這塊 芋頭糕 OK 它上面 有些沙律醬我好喜歡 好脆好粉 這些芋頭 它上面 哦 先煮一口樣粥 好嗎 皮蛋售粥 13-14元一盒真是值得吃得飽 很滑很綿 今天我要撕這隻鵪鶉 很辣 肉皮很細小 肉膏很香很甜 肉膏很脆 我把整隻鵪咬碎了 連骨頭也吃了 還不錯 味道很不錯 咬出來肉汁很香 好吃好吃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中山喝茶 基本上我喝茶 一不在香港 一不在深圳 一不在廣州 每個地方的茶楼各有特色 很棒 反正我覺得中山喝茶 其實跟廣州的口味 是差不多的 可能都是領南文化 大家都比較累 下個菜 下個菜了 嘗一下這個陳皮牛肉丸 真是很大顆 這麼大顆 顆顆到 嘗一下 我來嘗一下 先試一下 哇 貼得好實 貼到這隻碟 哇 哇 看一下 咬了一口給大家看看 裡面 滿滿的牛肉 嗯 很好 三胆肉 三胆肉 好了 最後試完鳳爪了 司機和攝影師已經迫不及待 已經吃了兩塊了 因為現在太餓了 鳳爪呢 很大隻的都 哎呀 拿筷子也不錯 大隻啦 還有這些汁也很多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會不會蒙呢 OK吧 好 試一下味道 嗯 酸酸的甜甜的 這個味道 醬香凍爪 有點酸酸的 嗯 15元一碟 嗯 味道不錯 我要專心吃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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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就準備繼續去拍攝了 如果想得到大灣區超抵損本獨家優惠價 還有想了解灣區生活的一手資訊 點擊訂閱我們V加物業展中心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一有身邊就會收到通知啦 哇 下雞了下雞了 下雞了 我自己動手 做一塊 先煮一塊蒜餅 沙薑 很久沒吃過椰子雞 煮碎了 然後等沙漏漏夠時間後雞就熟了 等待一下 先煮一口椰子雞湯 做了一整天 煮一煮 自拍一下 回來大陸吃東西 蝶子雞 酸菜魚 吃都不飲 做了一整天 先喝一口湯 這裡有五隻雞 但是雞都很滑 我剛剛煮了雞胸 一點都不是 OK 文昌雞 沒有煙的 配菜 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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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上菜 是椰子雞裡面 吃椰子雞我沒試過這樣上菜 這間餐廳是不是知道我們要來拍攝呢 所以每一碟菜都很特色 都是要鮮氣飄飄上來的 那半碟也很美 這碟菜的鮮氣沒有了 被我們吸收了 所以準備給我們下鍋了 我要把這些鮮氣騰騰的豬肉丸放進去 煮熟它 哇 煮仔飯來了 放些芫荽下去 拌均勻 這餐都很豐盛 大概200元左右 都很香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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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的臘味味 我已經幾乎大吃了 皮肉煲仔飯 剛剛已經吃了碗了 才記得要錄下來 非常香 吃大魚碗 今天真的好餓 另外來吃椰子雞 怎麼可以不喝椰汁呢 哎呀 好像看不到 白痴痴的藥汁 我們都吃到七七八八了 今天我記得一下 今早喝茶就喝了八二元 現在晚上吃飯就吃了兩百元左右 其實三個人 師傅 師秘師和我 吃飯都可以飽 對呀 很豐盛 其實 人均一二一百元 在中山裡很好用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中山這個地方生活過 之前一直都在深圳、香港、廣州 我在這些地方 生活水平這麼高 一百元 一心就沒有了 但是我發現 真的在中山是很好用 真的在中山是很好用 吃飯 然後讓我給你吃了 吃飯 你 吃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